发现妈妈工作的餐馆起火,第一时间冲进火海,在农年中牵着妈妈找到出口逃生。 这位年仅6岁的女孩和母亲都被深二度烧伤。 目前,女孩和母亲在四川省武警消防总队医院接受救治,病情稳定。 一个6岁的女孩,一个还未上学的儿童,第一时间冲进火海去救妈妈,让大家感到吃惊。 从女孩妈妈陈琳的口中,记者了解了当时的经过。 陈琳在成都彭州市一家餐馆打工。 下午两点过,餐馆突然起火。 当时陈琳还在厨房里洗碗,孩子在餐馆外玩耍。 当时火上之间就起火了嘛,起火了嘛,我就整个人都是火山。 我就不晓得朝哪些跑了山,到时候我周围全是火, 他就跑去过来,喊我妈妈,走着快跑, 他就拉我也把我朝他拉我那个方向山。 在四川省消防医院,救母女孩的事情被当地媒体报道后, 很多热心市民都来看望他,有的还带来了礼物。 和大多数女孩一样,佳佳也很喜欢养娃娃。 刚刚一位热心市民送来的芭比娃娃,佳佳就放在床头。 妈妈陈琳告诉记者,平时佳佳的性格跟男孩子一样,很坚强, 有时脸上被一起玩的孩子打出血,都不会轻易哭出来。 目前,社会各界人士送来的援助金已经超过7000元, 医院也将对家家的治疗费进行减免。 远方表示,现在目的就是只要把娃娃和母亲治好, 尽量减少疤痕,减免费用也是想要倡导这样的行为, 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孝心的包养。